好今天我們要聊的這個事情 其實頗沉重的 對冷月來說算是一個非常有感觸的事件 我覺得在冷月開始說冷月想說的事情之前 我們先雙手合十 餵胖貓默愛30秒 好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這個新聞跟這個消息 那我希望這支影片 如果你是有看到的然後又想留言的 我希望你是可以比較友善溝通保持理性的 那我先簡述一下這個事件 是有一個叫做胖貓的中國知名帶戀 那他是在王王者榮耀的 那他在網路上 好像在網路上吧 認識了一個女生 認識女朋友 然後 因為女朋友想要開花店 所以 胖貓就不斷的不斷的接帶戀 那他的帶戀的數字我早已算過啦 非常多單詞數非常多 以冷月來說我絕對不可能做到這種事情 那 他花了很多的時間在賺錢 前前後後在兩年的 兩年的時間 給了他 那個女朋友 51萬還多少的人民幣 我們直接看危機百科的事件好了 那 兩年內轉賞51萬人民幣嘛 那原本約定好是在 5月左右結婚 但在今年的4月 他女朋友已不能為 他提供情緒價值 分而提出 提出分手 最後 胖貓把剩下的6萬人民幣轉給彈族之後 就轉給他女朋友之後就跳江 那 這個事件我必須要說啦 胖貓的這個 個性我自己是覺得 跟我是比較類似的 也跟我的愛情觀是比較類似的 那我的愛情觀被抨擊了好幾次 不管是在遊戲內在現實都被一堆人噴說 這是個垃圾想法 就是我是會傾向燃燒自己照亮別人的那一種 那從胖貓事件可以很明顯看出來 他也是這樣的人 差別在於冷月自己的燃燒自己 我是會有限度的 就我假設我薪水是 3萬好了 那假設我可能固定開銷就什麼 保險啊 效薪費固定那些可能是1萬塊好了 我會把1萬塊扣掉 再扣掉我最低的生活水平 就可能我 一個禮拜 一個月可能要花 大概 5000塊好了 我會把5000塊扣下來 剩下的 會全部都用在跟 女朋友或者說跟喜歡的人 不管是要追來是已經在一起的 會習慣你把剩下的錢都用在跟他的身上 那當然啦我可能還是會有一兩千塊或多少錢是跟 家人或者是什麼之類的可能真的要用到的 但我也是那種屬於那種會把很大部分的心力跟 金錢都花在 另一半或在追的女生身上的那種人 那如果大家有印象應該記得冷月被感情詐騙過嘛 所以我必須要說胖貓的這個事件真的是讓我自己 也 非常有感觸 因為 講真的 如果是我 我是真的有可能也做出這種事情的 如果當我真的很愛很愛這個人的話 今天跟大家聊 這個事件 其實我並不想聊太多 但我還是要聊一聊我的看法 首先我覺得啦 女方 我知道 這種人非常的多 利用感情以感情之名 滿足自己的經濟需求 或是以感情之名 實行詐騙之時 這些情況 我都很明白 畢竟好歹我也是跑過法院 處理過感情詐騙的人 那 我 餵胖貓很惋惜啦 因為他 講真的錢被騙光就算了 連命都搭進去 真的就不值得了 放下這件事情是真的很困難 大家都非常難做到 尤其是在發現自己愛了兩年 愛了很多年的女生 只是單純為了自己的錢 論及婚嫁之後 突然就說我不要了 那講真的 那傷害真的非常大 那 胖貓跳江的這個事件 我在這邊想呼籲一下 就是 我 呼籲那些想要 以感情之名來謀取利益的 男生女生 不要把別人對你的一片真心 當成是你 獲取利益 玩弄人心的一個 籌碼 我始終相信 天道有輪迴 你種下什麼因 自然會得什麼果 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 不是不到 不是不報 時候未到 希望 所有想以感情之名來玩弄他人的 那些男生女生 可以明白 真的不要把別人對你的一片赤塵 當成垃圾 在地上踩他 然後 也要奉勸 跟冷月一樣 或者說跟胖貓一樣的 傻男孩 傻女孩們 在冷月剛失戀的時候 有很多人跟冷月講說 要先愛自己才愛別人 對 這種話講起來很現實 但是我必須要說 把別人看作自己世界的人 真的都太容易 受到傷害了 不要以為 自己付出了所有 付出了全部 別人就一定要 完完整整的愛你 或完完整整的 接受你 講真的 社會 非常現實 我總是抱持著天真的幻想 覺得說 我付出真心 別人就算不用 跟我一樣付出一樣多 至少也不會 傷害我 但講真的啦 要遇到這種情況的機率 還算低 感情世界難免受傷 詐騙更是無所不在 今天胖貓這個事件 我們深感遺憾 那也呼籲 騙人的 純真的 兩方人 顧好自己 先以自己為主 不要 有害人之心 勿以善小而不為 勿以 惡小而為之 這支影片裡面 我 真的只是要表達我對 胖貓事件的哀悼 因為我必須要說 胖貓的這個情況 其實在世界上 我相信一定 四處在發生 今天是因為他比較有名氣 事件 發酵的比較大 所以他上了新聞頭條 但是我始終相信在世界的各個角落 有無數個胖貓 無數個付出真心的男孩女孩 一樣被渣男渣女 所踐踏 所欺騙 不要嘲笑 那些付出真心 用盡全力 去愛一個人的人 他們並沒有錯 他們這樣做 才是對這一段感情 這一段愛情的尊重 以及重視 他們把自己的安危 自己的 歡樂與否 置之度外 全心全意的 對對方付出 我們可以不認同他們的做法 但是我們 並沒辦法去否定 去嘲笑 那些 付出真心的 人的那些 努力 或者說那些 行為 這支影片 冷月拍的真的很沉重 因為 看到他的事件的當下 其實我自己是 很shock的 我必須要說 我是倍受 震驚的 我知道這種事情 每天都在發生 一定不只有胖貓 一定有很多很多的 胖貓在發生 那我不管這件事情 後續發酵的什麼情況 像什麼假外賣事件 或什麼其他有的沒的 但是 我真的覺得我需要發一支影片 來 哀悼一下胖貓事件 畢竟 感情的路 大家都走過 尤其遇到這種 經驗相似的 更會心有七七焉 胖貓絕對不會是 這種事件的 最後一個人 這種事件 無時無刻 每分每秒 都在發生 對於我來說 對於我來說 我希望 付出真心 付出真意 用盡全力 去愛一個人的人 都可以有好的結果 都可以最後洗得良緣 而 那些想要 以感情牟利的人 最後都可以 明白自己做的是錯的 我並不希望他們 已經做的人 我自然希望 天道有輪迴 會有 一定的情況 去懲罰他 但是 我也希望 如果你是想做 但還沒做的人 可以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感情可以不愛 但不要傷害 今天如果說 彈竹跟胖貓 兩個人 胖貓可能一昧的想要為彈竹付出 可是彈竹 從一開始就很明確的拒絕他了 也沒有收他的力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很正常的感情互動 你可以不喜歡胖貓 你可以覺得 胖貓不好 你可以因為這樣 你說你不能跟他在一起 但你不要 把對方的所有利益 都壓榨完之後 才說了一句 你不能為我提供情緒價值 所以再見 拜拜 這種事情我真的覺得 很令人悲傷 因為如果換作是各位 設身處地的 帶入胖貓的角色去思考 想想看你們自己付出了全心全意去愛的一個人 愛了兩年 兩年嗎 反正愛了很多年的一個人 你把所有的錢 所有的心力 都放在他身上了 最後只換來了一句 啊 我不喜歡你 然後就結束了 我覺得這種情況 相信大部分的人 都沒辦法承受住這個打擊的 最後 除了呼籲 壞事莫做 好事常為之外 也希望大家 不要因為這個挫折 而就丟掉自己最寶貴的性命 你可能覺得你一無所有了 但請想想 你剛誕生的時候 剛出生的時候 不也是一無所有嗎 你都可以從零 拼搏到有了 為什麼不能讓自己沉澱一下 再 重新出發呢 我知道這很難 忍略自己也經歷過 當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痛苦 想要一走了之 想要 就離開這個世界把什麼都不知道了 想要讓自己 真的一死了之這樣子 但我真的覺得 沒有必要為了渣女渣男 而把自己寶貴的性命給犧牲掉 真的 好 不知道大家對於胖貓事件有什麼樣的看法跟想法呢 反正冷月對於這個事件我是真的非常的沉重 非常的難過 我自己其實 很想跟大家說點什麼 我其實想說的很多 但我覺得 有些事情點到就好 我只把我的希望跟大家說 我希望就是 每個人真的都可以 有情人忠誠眷屬 不要再有人以感情的名義來欺騙 踐踏 糟蹋 別人的真心真意 不管男女 都一樣 好 那我們今天就不做結尾了 讓最後的這幾秒鐘 大家好好沉思一下 思考一下 甚至是 可以為胖貓 再默哀一下 就讓我們 結束 這個悲傷 而沉重的話題吧 我記得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